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王一博在乐华的演唱会上 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首先 线下似乎有粉丝在现场发生冲突 有人大声辱骂肖战 而在线上 也出现了用刀伤人的假消息 最终导致警方全部离场 最近 乐华公司举行了七周年纪念演唱会 王一博也作为舞台的支柱参与了演出 到场的粉丝数量相当可观 不只是王一博的个人粉丝 还包括因电视剧陈情令 而受到关注的CP粉丝 在内于 拥有多个属性的明星粉丝 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但令人意外的是 王一博的家族因此爆发了冲突 甚至迫使警方进行了公开通报 根据粉丝的爆料 演唱会当天爆发了一场 极其恶劣的打斗事件 有粉丝晒出了现场的照片 场面一片混乱 尽管不确定照片的描述是否真实 但照片中确实有粉丝倒在了地上 还有一些粉丝分享了他们的报警 和伤情检查记录 这些记录证明他们在演唱会上 被人推到了地上 膝盖受到了伤害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随后警方也赶到现场 以保持现场秩序 附近的居民在拍摄过程中还表示 终于来了 快把他们抓进去 看来当天有一些粉丝 不仅被怀疑是聚众打架 还可能是扰民 根据后来的粉丝 在网络上的爆料 演唱会当天的场外 聚集了大量的粉丝 他们可能在打架 大声呼喊口号 示威游行 咒骂肖战死了 这严重扰乱了社会的秩序 许多网友已经在网络上报了警 质疑这样的行为 是否合乎法律和规定 他们甚至跑到乐华娱乐的评论区 询问粉丝 关于公司是否有过相关的报备记录 这仅仅是在线下发生的事件 因此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 粉丝在网络上的某些行为 很快被警方告知 可能违反了法律规定 根据红口公安分局的描述 有报道称演唱会场地 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 但实际上当天的活动现场 并没有此类事件发生 这一消息完全是假的 警方目前正在对这些造谣人员进行调查 不久之后 一些网友注意到发布这条信息的 可能是王一博的CP粉丝 因此发布的相关搜索 都与王一博有关 毕竟 无论粉丝的属性如何 他们都会去观看王一博的音乐会 而真正应该为粉丝的行为承担责任的 无疑是乐华和王一博 目前 王一博和乐华的评论区 已经完全被占领 许多人都希望王一博能够站出来 积极地引导和管理粉丝 并向那些因网络暴力 而被责骂的无辜之人表示歉意 还希望王一博能够对粉丝 可能发生的打斗事件给予答复 而不是选择保持沉默 一些网友指出 这并不是王一博首次在线下 遭遇粉丝之间的打斗和骚乱 但令人惊讶的是 每次王一博似乎都没有采取 积极的引导和管理措施 当他呼吁王一博管理粉丝时 收到的评论和点赞都接近十万 有网友指出 王一博在微博上的置顶行为 实际上是为了鼓励大家 创建一个绿色和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 并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清朗活动 尽管从演唱会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两天 但他的粉丝仍然出现了大量侮辱其他艺人的行为 对于演唱会当天引发的各种社会风波 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 也没有采取措施来管理他的粉丝 这样的偶像师生的做法 让许多人深感失落 王一博纵容粉丝 偶像师生 这次条的阅读和讨论次数 正在逐渐上升 许多人都在强烈呼吁警方 进行严格的调查和处罚 以消除饭圈的混乱行为 并防止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目前风波仍在不断发酵 王一博和公司的评论区都陷入了困境 希望双方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 作为一名明星 也应当勇敢地站出来 为粉丝提供正确的指导 以防止类似的情况在未来再次出现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